我觉得我们华人华侨一直是以付出 是我们的一个初衷 那么我们并不是要求有所回报 是要求我们社会能够和谐 能够大家互相了解 近日美国侨领方礼邦琴 在接受中心社采访时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爆发后 在美华侨华人积极捐款捐物 为支持当地抗疫付出了很多努力 我们华人华侨也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 社会有难我们站起来一定要支援 我们发现有些当地的医院和当地的治疗所 他们的医务供给非常的不足 有的医生把他用完的口罩 拿起来洗一洗去去晒干再用第二次 二月底到三月四月 我们一直在此地就很多的组织 我们就组织起来 尤其都是志愿者 我们在一起 我们买了很多很多的医疗用品 我们大概送了有20间医院 专门给他们送这个口罩 衣物的衣服帮助他们 而随着疫情在美国蔓延 针对在美华侨华人的歧视事件 却实有发生 对此方礼邦琴认为 作为多族裔国家 美国社会种族问题由来已久 白人至上仍是社会潜规则 此外 一些美国政客 对中国病毒 武汉肺炎等论调 进行政治炒作 误导民众 就好像说一个房间起火了 我们就想 第一个应该不是想说是 谁放了这个火 我们就想到就是说 谁在这个房间里面 我们怎么把人先救出来 这个是一个正确的 但是美国现在就是 在政治炒作之下 他们就甩锅 先去说别人不对 谁不对呢 就华裔部队 是中国部队 普通一般来保险是接受的 因为他们在愤怒之中 我们是无所适从的 种族这个歧视 是美国一直是固有的 是它历史性的 美国这个社会 现在是一个非常焦虑 不安的一个社会 马上应该停止这个举动 把焦点就是怎么样 能够把这个疫情 能够制止这个疫情 对此 方立邦情基金会 等17家美国华人 及亚裔社团组织 日前联署发布 致美国公众的公开信 呼吁拒绝炒作种族分裂 隔离的政治伎俩 此外 方立邦情表示 在美华侨华人 也应通过民间交流 团结更多美国民众 携手抗议 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一定要告诉美国的老百姓 我们华人华侨也是 这个美国的社会一部分 尤其在抗疫行动里面 我们付出的非常多 这就是我们华侨的一个责任 我们要在民间 民间我们自己开始 使美国的老百姓 能够更了解我们 能够化解这些事情 比如说我们送物资 给这个医生 给护士 那么是他们这个 知道我们 我们华人 对美国社会的关心 然后呢 我们也 我们去给他们送青菜 我们去照顾那些 不能够出来买菜的老人家 现在我们不分 你是白人 你是黑人 你还是华人 我们大家要共同牵手 来抗疫